去做这个竣工的勘验 这两家分别是钱贵中华新馆跟好乐迪西宁店 幸好我们全部台北市民的安全都在赌啊市长 这些全部都一样都没有送过 然后完全没有送过消防维护计划 建管处就发了这个变更使用执照 还去竣工检验 市长 我们工程单位不怕消防局啊市长 我们刚刚局长有多次接受在座非常多的议员咨询 都说了嘛 其实我们消防法很多地方没有罚者 工程单位不怕消防局 怕谁 怕建管处啊 市长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建管处不发使照 不发建照 不发变更的使用执照 这些工程单位实际上都没有办法施工啊 那结果我们看到什么 结果我们看到这几年来这些事情还是一再的发生 我们建管处长一直出来 但是督导的责任 局长 副市长坐在现场好像装没事一样 建管处是平宫存在在我们市政府的吗 市长 这件事情督导上面有没有责任啊 横向建立本来就不是处长跟局长个别的责任嘛 好那再接下来 市长你在这次的报告里面一再的说未来要加强基查 加强安检 市长知道我们消防安检人力有多缺吗 我们 总共去年总共十一万次的检验 安检人力全台北市只有八十四人 消防队要去圈导住警去 要去做消防的教育训练 要去做演练 还要去安检 八十四人 这样子总共一个人要负责一千三百 好 好 好 紧接着我们这个林以孟议员 市长根据这个我们专案报告第十页里面啊 有一件事情我希望让市长可以重视一下 因为在这个第三点的部分哦 就是消防人员抵达做这个 这个不定期的联合基查的时候呢 发现三月三十日已游辖区中队安检人员执行检修 申请求申报复查合格灾案 所以才在一楼只在一楼检查 这件事情是不是有问题了 这个是我们通人哦 他自由心证 他因为三月三十号才检查通过 我知道你们刚刚讲了非常多自由心证的 但是这件事情是非常离谱的 因为三月三十号检查过 但是你联合基查 因为之前检查过 所以就不用再检查 因为时间的关系在 这个逻辑非常不通吧 时间的关系在 所以他就戳查 没有你隔了一个月啊 你是四月二十二号检查 然后发现三月三十号检查过 所以就不用检查 半年检查通过了 所以他就戳查几项这样 我现在跟市长讲一件事情 我认为这样变成你的联合基查 只是在文件审查而已 你就看一下哦好 三月一个月前哦 有检查过好 那我看一下这文件哦 好 如果我们会把这个 立定检查的项目 哪几项一定要查 来这个市长 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个项目列为 不能因为之前一个月就检查过 所以你就不用再检查 不然那这样联合基查要做什么 这样没有功能啊 他只是在看检查 别人有没有检查而已啊 市长 对 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改善 这个我们会完全改善啊 应该是把它check list 然后移化 但是要避免就是只是文件审查 你不是在检查 其他的消防人员 有没有在检查 不是这样子 你应该是要检查业者 有没有如实做好消防 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 这个副市长已经成立专业小组 在检讨当中 好 再来就是我问一下市长哦 我问 消防问题 目前看起来这个联合基查 里面的单位是只有 消防局 然后商业处 还有监管处 还有阵风处 是不是这四个 没有还有警察局 警察局还有呢 还有相关 也必要的是有卫生局 还有那个 相关的 检查 检查的时候相关单位会到 通知 好 那我请问一下市长哦 这些消防问题 是不是会影响劳工的职业安全 会 会对不对 好 那我就跟市长讲一下 在我们的职安法里面 劳动局是要有检查的 他是要去检查的 但在这个联合基查里面 完全没有劳动局 我想请问一下 这是什么情形 方元以前的这个机制 的确没有劳动局 劳动局大概是有劳检 他们自己处理 但是这个联合基查 比较是行政 所以我要提醒市长 在这个职安法里面 他要根据 这有没有职灾的安全的问题 也就是可能跟消防是有关的 因为这次确实是有员工已经身亡了哦 这是劳动的环境是非常有问题的状况 所以我希望市长在联合基查 是不是能够纳入劳动局 可以考虑 不是可以考虑 是一定要纳入 在职安法里面 他就是有这样的职权 依规定 依规定 这个是公共安全 那如果加入职灾的话 我们也可以一起调查 我认为 可以做检讨 好我建议市长 你一定要加入劳动局 不是劳动局 没事在旁边而已 他要一起来进行基查 而且在职安法里面 他是有停工的职权哦 他有停工的职权 只要有职安的职业灾害的问题 就有停工的职权可以让业者来停工哦 你不需要用行政 那些什么执行法来处理 你直接用职安法就可以处理了哦 市长 我们 反正这个 整个案子还要再重新检讨 所以我希望市长 把职安法这件事情一起纳入 不管你要韩市中央处理消防法 职安法也要一并纳入 市长可不可以承诺 职安法 好 机场的部分纳入检讨 好谢谢 好紧接着邱惟杰议员 好 市长我延续一下林宁梦这个议员的论点哦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按照这个 这次的报告显示呢 其实会造成这次公安事故 最大的一个原因呢 是在B2到10楼之间 他破坏的防火区化 跟这个各层楼板都打穿 所以造成他很大的这个公安事故的原因 我想这一点报告是没是这么说的没有错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4月26号的时候 但是我们在3月30号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发现说你们曾经去做过检查 当时表示并没有任何施工的现象 我们现在先忽略 徐晓星议员跟简书培议员 刚刚说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有施工 现象的一个情况 我们先假定我们相信3月30号的报告 也就是当时是没有任何施工情形的 那我想问市长一个问题 在4月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我们就立刻呢发生了打穿各层楼板 破坏各个防火区化这种现象 是否是一个有可能的工程现象 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就做成这么大的工程变更吗 我不是工程专家我想请问一下 有可能吗 对不起我要时间暂停哦 我只是打那个电梯是有可能 但现场目前是什么施工状况 因为没办法去确认 好 我现在先假定相信你的说法 就是说当时是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个施工情形的 那我这时候就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 如果3月30号检查是通过的 但4月22号的检查却认为我们因为已经3月30号合格 所以我们就不再需要做任何工程检查 是不是就表示你们忽略了这个可能性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就有可能打穿各层楼板 并且破坏防火区化 也就是当时做的判断是本质上就是错误的 包园员4月22号的联合检查 他们的确是按照他们比如说例行性的 他们并没有认真的去看这是事实 那消防局都在一楼 监管处的是有去走楼梯 但是他们都没有发现施工的现象 好 但是我觉得这边我现在我现在其实要讲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这一次呢在发生这个公共事故之后 认为市府呢很努力的提供一份报告 然后呢在各种策进作为上 提出各种改善的计划 我认为方向是对的 可是我认为在这些实施的细则上去做调整 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说 其实事实上很多事情早就有所规范 但是规范流于刑事之后 长期下来 公务员容易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已经是长期的例行失误 所以我们就采取比较懈怠的态度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根据你们的第10页的这个报告显示 其实你们当天呢其实是说 这个要 这个当天其实这个检查项目本来就包含了安全梯 防火区化跟紧急进口等等 这些也刚好就是公安事故发生的重大原因之一 可是事实上当时有这个检查项目 可是却没有检查出这些问题 而且我刚刚也说了 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就有可能做出这么大的工程变更的话 但是却因此疏忽说 也许因为我3月10号3月30号已经做完检查 所以我不需要再做任何检查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疏忽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必须要被检讨 如何确保未来的公务员 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有规范 变成一个形式化的一个结果 这是一个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我这边还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 根据你们目前的规划呢 测进作为之一 其中包含的就是要减少检查加次 以增加检查时间这件事情 但是根据你们的报告第10页显示 其实在你们4月22号检查当天 其实本来要检查4加 但是最后呢 其实也只检查1加 因为3加没有在营业 也就是说什么 你们已经减少加次了 根本不可能会有检查时间不足的问题 所以减少这个检查加次增加检查时间 看起来根本不是一个合理的作为 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4加都要去 去了才知道他没营业 所以不是没有去 那去了之后 到第4加才是这个 那他们还是会有车程的问题 一人讲的没有错 就是现场他们的检查方式跟标的 并没有清楚的规范 所以他就相信了3月30号的检查记录 谢谢副市长 我这边最后再提一点 根据这个6之1条 就是300平方公尺以上的戏院 电影院 舞厅 KTV 都要设置自动警报设备的 这个受信总机联动 这个目前要设计罚则 这是你们的改善方向之一 但是 好 那个我们紧接着李契云议员 我们请那个消防局局长 是建管处处长 独发局我们黄局长 建管处处长 市长 这个案想请教 变更使用施工 请问处长 他有完成使用执照的变更吗 有 今年的1月17日有核准 OK好 第二 你们的侧净作为 有分做执行面 制度面 法制面 那么 请问 你们在执行面的部分 那 你们说未来 针对建物消防安全检查 不合格的 要做 不合格场所的资讯公告 这是未来的测进作为 没错吧 消防局 但是我想请问建管处 还有独发局长 你这个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就说 这边烧死人了 于是呢 就把不合格的消防安全检查的 资讯公告 那请问 我们的营业场所 建筑物 遭到违章破坏 影响耐震能力 他的结果安全 出现了疑虑跟问题 那 未来是不是 也应该列入公告 请问独发局长 要不然九二一震灾一来 垮了 或是临时地震一来 垮了 难道 这个跟消防烧死人 下场不是一样吗 独发局长 或者是市长 你可以帮我们带打 帮我们打付对不起 对我目前那个 海沙屋我们有公告 包括两年内要停止使用 只有海沙屋 三年内要 就是围绕建筑嘛 围绕建筑嘛 围绕建筑嘛 那请问你 我们一般营业场所 东敲西打 外墙也打了 地上也打了 左边也打了 啊 我不知道 你们当时是怎么样给他审照 审除的啊 但是如果他的耐震能力已经严重遭受破坏 在没有复原之前 为什么 这营业场我可以继续使用 跟五大五大系统被破坏结果是一样的啊 危险度是相同的啊 这个当有个前提 就他结构破坏 结构产生安全疑虑 而且 影响确实影响到了 他的耐震能力 我原来设计是这样 他大幅减弱 不用五级地震 四级地震来 可能就轰咖斗 这样 在他没有改善之前 为什么不列入不合格的 这个建筑安全的场所 目前只有动态安全公安不合格 我们现场 你回去研究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海沙屋 好不好 这个事情啊 市长 总执行我会再跟你谈 还有一个你制度面 建筑图说审查 那请问处长 你是依使用执照图说来做审查的没错吧 是不是 依他这一次变更的图说 那 你变更的图说审查 那 使照在施工期间大幅破坏 你们就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多少年的施工许可 他事实上 真正施工的时候不是这样 会有一个进工的查验 他在施工的过程当然会有破坏的行为 同言之我在这里强调 建筑图说审查 我不管是新维章旧维章 请依使用执照图说审查 否则的话 我请市长 那那个局长可以先回座位休息 没有关系 等一下如果说市长有 没办法回答的问题的话 那你再请局长说明 我会时间暂停 让你等这个局长 或是副市长早上来 市长好 时间有限就直接切入重点 市长你知不知道 其实在426的惨剧发生之前 台北市政府有两次机会 可以来阻止这次的悲剧 你知道吗 应该是3月34月22 没错 3月30号的时候 其实市政府的检查人员 在地下室 已经有看到木门隔间了 对不对 对 但是他当时有没有要求业者 打开那个木门 让我们市政府检查 里面到底是什么状况 这个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时间暂停 局长我刚刚有讲过 市长如果没有办法回答 我会让他请你上来 好不好 市长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你的调查报告都写出来了 可是你还是不知道 我们的第一线调查人员 在地下室看到木门隔间的时候 有没有要求业者打开木门 让他去看 根据现在的法令规定 市长我跟你报告 根据现有的法令规定 如果当时我们市政府的人员 要求业者打开木门隔间 让他检查里面 有没有在施工 如果看到有施工 他可以立刻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可以要求业者 拿出依法在开工前三天 就要提报的 施工中消防防护计划 如果业者当下提不出来的话 那么就证明了业者 他没有依法提报 因此第二件事情 他可以走到 林申前柜的大门口 在门口张贴 消防检查不合格的告示 而且回来之后 可以上网公告 林申前柜消防检查不合格 对不对 按照现行的法律 其实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接下来 他可以依照消防法第四十条 要求限期改善 如果不改善的话 可以处停业 或者是直接按照 行政执行法第三十六条 直接做及时强制 限制人员的出入 对不对 如果他三月三十号的时候 要求业者把那道木门打开 让他看看 里面有没有在施工的话 接下来是四月二十二号 四月二十二号的时候 我们的建管处的联合机查 是不是已经在一楼看到了 电梯施工防护隔板 是不是已经看到这个东西了 是不是 对 对 你的报告里面甚至都有写到 那我们同时当场 是不是也有消防局的同仁在现场 因为当时我们同仁在一楼 我们也有消防局的同仁在现场 当时在一楼 当时在一楼 好 接下来如果说我们的现场的人员对于法令 够于嫌熟 他能够当下要求业者打开电梯施工的防护隔板 让他看里面有没有是工地 是不是当下就会立刻发现业者违法施工 你都已经看到了 如果发现业者在施工 同样的按照现有的法令SOP 你叫他提出 他已经提报的施工中消防防护计划就好 如果他当下提不出来 就是违法 在门口立刻张贴不合格的告示 回去立刻上网公告 四天之后 又有个宝贵的生命 还有八十九个伤者就不会无辜受害 所以市长你事后提说业者偷施工 是否不会发现 还有这样乳酪理论 这真的很难让市民认同 因为市民要知道的就是 这么多片不同的乳酪叠在一起 怎么刚好每一块乳酪的洞 都叠在一起了 就这样一动到底了 如果你在今天的检讨报告里面 你花了四页投影片 说业者有违法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但市民想要知道的是 你市政府 怎么就推不开那一扇木门呢 你距离 抢救这六条宝贵的生命 你还有两次机会 每一次就只插那道薄薄的木板门 但是你在今天的检讨报告里面 针对这件事情 你没有给市民一个清楚的交代 一话是没有办法解决 推不开木门的问题的 如果你不改善 只有文书作业的稽查 他拿ipad去 他只是在ipad上打勾而已啊 市长 你要记得当初投票给你的市民 对你的期待啊 好 我们接着那个梁文杰议员 刚刚苗北华医员讲的我很赞成啊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放在3月30号的检查 因为4月22号你们只去了20分钟 我也知道说所谓联合机查 大部分都是这个一个场地 大概二三十分钟 你不可能逐程检查 但是3月30号 那个是半年一次的大检查 半年一次的大检查 这五大设备 老实讲 它是分散在各个楼层 它不是集中在某一个楼层 你们说在地下室有看到木门 但是实际上你们应该是每一层都会去看 防火器 警报器 广播器 等等 你们应该是 照讲半年一次大检 你们应该是每一层楼都去看 但是3月30号 钱贵明显 他已经在施工了 照他们自己员工的说法是 他们原来原来就是计划是3月2号开始 钱贵就只营业晚上6点到早上8点 白天的时间就给工作人去施工 但是后来因为被高层否决 所以变成还是24小时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是说 这些厂商 他至少从3月2号开始 就要进去施工 做增加两支电梯的工程 所以我不相信说 当你们3月30号 去做半年度大检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有去每一层楼去检视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他有在施工 你们这边给我的报告说 3月30号没看到施工 我们同源有提醒他 你如果施工的话要报航务计划 你没有什么提醒 如果你看到有施工就是有 包园这个部分我们在调查的时候都有询问 然后他是因为他虽然是大检查 但他还是抽查他还是测试一两个系统的某一个东西 所以他不会每一层都去看 那我很清楚的问过同仁 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他们施工 以他们的状况 他们是说他们在B1有看到一个木门 其他楼上的部分是没有看到施工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 那个针锋处正在调查相关的 我觉得这个有避重就轻 因为他实际上 乾贵那从3月2号开始 他就只有七八九楼在营业 然后大厅 七八九楼营业 剩下的地方都在施工 所以你说 大检 这些消那个我们消防局的人员去 你说你看不到这其他楼层在施工 我实在是不相信 我实在是不相信 所以相关的监视七路检察官都调走 到时候可能 就这个部分会一一的查明清楚 好 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是整个事情的关键 3月30号那一天 你们消防局的这个所谓半年的大检 到底有没有混水摸鱼 有没有给他放水 这个才是重点 4月22号那一次我倒是不怪罪 因为历来都是这样子 但是大检就是你们消防局这个最重要的工作 如果你说3月30号我不知道有有在施工 因为他这个是整个大楼我要从一楼打通到12楼的这个增加 增加两支电梯也就是说我要把大楼的整个楼层 好多地方要打空啊 他还没有打空 所以你说不知道 看不出来我真的不相信 这个部分绝对 我们请张茂南议员 好我再请那个防务局一起来 我想请到市长 厂防局局长 一般的检查 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就是一般例行性 不是就是我们联合检查要多久的时间 大概二到三十分钟 二到三十分钟 联合检查 那如果说3月30号的这种检查要花多久的时间 大概要一个小时 那一个小时 我告诉你 今天会发生这个大火 根本就是便宜行事 如果说今天台北市政府 业者 大家按照旗程认真的来做好这个安全的把关 绝对就不会有往事 所以因此这一次有没有刑事的责任 检查官要不要启动调查 要不要 所以检查官已经启动调查 当然是啊 所以有没有刑事责任 依照规定去查查 我再要特别的提出来 在过去我们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着 叫做便宜行事 真的是确实是便宜行事啊 对这执行有没有认证我们会检讨 我甚至还可以提示这样讲 市府跟业者叫联合作弊 这考试靠作弊作弊靠印记 再次就是印记不好嘛对不对 不是他有依照规定去搜查 不是我先请教市长 考试靠作弊作弊作弊靠印记 有没有市府跟业者联合 联合好像这种 做个官司文章 做个表面功夫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检查怎么会出这么大的漏洞 这根本是便宜行事嘛 市長你说 它有便宜行事的这个感觉 不然你说 这个是这样啊 这个是目前检察官也在调查 我觉得是这样啦 静待检察官调查结果 当然嘛我们也要提出来嘛 如果没有大家都没有问题 就是没有便宜行事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根本就是 大家都是叫做 这样做给他 做个样子做个样子做个样子 20分钟能够做什么事情 从楼上爬到楼下 从楼上爬到楼上 从楼上爬到楼下 看一个就不止20分钟了 所以以后我们会检查长所会看规模来决定 两家或四家 好 那现在我再请教市长 有人跟你说 你跟念台生的关系 回浅关系不错 对不对 要不要讲一下 没有什么不错 不是啦 就是说有人讲嘛 我就把有人提出来讲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没有啦 我去露营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 那个前30分钟 他们也在办公室 好 那我就请教你 有一个叫秉公处理 有一个叫秉公处理 现在事情发生了 我们对这个不幸的罹难者 你会不会跟念台生提出 应该要有的赔偿 我刚刚有人提到说 要假扣要什么什么什么 那不管 我们的依照 这种我们的赔偿条例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 对啊 我跟议员讲 不管认识不认识 反正依法行事 对啊 但是我现在就是要 表明立场 这个事情要如何对死者 起码对他们一个安慰 我们会组织律师团 然后都会处理 五月八会 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到目前为止 前卫有没有提出什么样的 具体的措施 上礼拜我们已经把业者 跟保险公司找来 第二在保险公司相关的一个 理培的相关资料 跟他的程序 我们会在五月八会跟 好 除了事情就丢给保险公司吗 除了事情就丢给保险公司吗 这样有得力 我们是先收集资讯 统一来跟家属讲单一窗口 目前市府这里已经提供 包含市府跟法国的资讯窗口 绝对不会让市民有觉得说 他们任何资讯都不清楚 第一个一定要先公开 第二个也跟议员者的要求 前卫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对罹难者 有表示什么样的慰问的诚意 他们自己也组成一个关怀小组 掌握 有没有吗 有没有 你要不要讲 他们有 有多少啊 讲给大家听啊 议员这边前卫的定期 有没有吗 有没有 有跟没有嘛 没有那么困难嘛 议员他有组成一个关怀小组 他是怎么关怀 你告诉我们怎么关怀嘛 他会去慰问 那也会去关怀 好 不敢讲啊 好 那个我们紧接着林亮君议员 好 我这边想要请问一下 我们3月30号的大检 我们提醒场所如果有施工的话 因一规定提报施工中的消防防护计划书 请问我们是怎么提醒他的 这方面跟业者 在那个抽检的时候有 看到的就当面提醒他 那提醒之后呢 提醒他没有来 市长我们的施工中消防防护计划 是施工来那个第二页 第二页往下哦 第二页最下面 开工至期三日前 要提送这个施工中的消防防护计划书 那我们3月30号看到的时候 局长你刚刚讲到已经看到木门了 我们已经知道他极有可能就是在施工了 然后如果以好我们三天前也没有收到 业者的这个计划书 3月30号之后呢 到事发火灾发生 4月26号 一个月的时间 市府都没有办法要求业者提出这个计划书 来 这个计划书里面包含什么 这个防护计划书在下一页 我们看到第八页哦 这个计划书里面也有提到说施工期间 对于施工人员的教育 还有包含全体员工 在施工消防防护计划里面施工中的 如果需要关闭什么消防设备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用人员的引导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疏散所有的消费者 这一份计划老实说是非常完整啊 如果有这一份计划书 我不敢说 有没有办法对这一次的这个灾情有所帮助 但是绝对相关人员的训练 跟我们台北市政府一定都掌握这个状况 今天这个问题在于 每一次都讲说 这个有所漏洞要来补充 但是事情过了这么久 刚刚也有议员提出 这不是单一个案 不是只有林森钱贵不交这个防护计划书 其他的店家同样在施工的时候也是这个状况 市长 这的确是长期来的一个漏洞 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多施工的 一定要出事了 一定要出事情了 才发现这些基席跟弊病吗 难道我们都不知道吗 消防局你知道这个里面 这一份计划书里面 是要盖分队还要盖分队章 这提报消防局 我们的分队应该也会知道的 这份计划书要求他们提有这么难吗 市长你现在测镜座委里面提到说 我们要先交这个防护计划书 然后接下来相关的许可才会发给他 对不对市长 就把制度化 这样一定要交才可以 市长在你上任以来 我刚刚其他议员同仁都讲过 我就不再讲一次 但是真的还是要提醒市长 我们不能等事发当下 之后才来检讨这件事情 刚刚很多议员也都提出 之前就已经有发生过类似的状况了 我们市府就是没有积极的去处理 才让业者都便宜行事 最后这份报告书 这份专案报告里面 写说都是业者的问题 好 那个我们郭兆颜议员 市长上次在国民党团的报告的时候 你在议会同事的要求下和我们一起起声 就这次公案事件的督导不周 难就其职向社会大众以及家属道歉 那你也很见的在我要求你帅全国之先 就定台北市的火灾预防自治条例 强制这个娱乐场所设置 119火灾通报装置 随时掌握业者是否关闭 还有这个原因 你即使承诺了 研议会在这个甲类的优先 这个场所优先实施 那可是让我遗憾的是 今天的专案报告当中 用了斗大的字 你看一下 这个来强调是否是27分钟 扑灭火是又救援了356个人 我要说 当然你应该救援报告 要向市议会去做说明 可是现在不是去强调你的救灾 太多快速的时候啊 对不对 27分钟又如何 已经死掉六个人了 而且不只是报告商的所谓的48个人 最新统计的数字是90人 如果这样一个专案报告 连一个最新沙漠人数 连一个统计人数都掌握不到 那怎么能感觉到 您的一个检讨的决心呢 对不对 好你专案报告上面又讲了 的确他违法 因为呢 他关闭 这个五大消防系统设备 施工造成区域破坏 但是 过去二十几次的公安检查 你们是在做什么啊 好 而且火灾发生之后 诶突起检查 有四家 钱贵都不合格 所以 你们这本报告当中是必救救亲啊 把自己的嘴 倾听到过 我觉得 测镜作为 当然是有其必要 可是 你要去检讨 所以我认为啊 不管是 市政府 还是 钱贵 市政府都应该拿出铁碗来 去究责 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生检截好 才能够避免这个汗事再度发生 还有 上游政策下游对策大家都在说 因为业者可能在 消防安检的时候 哎 像消防系统就正常的运作 可是 安检一过 就把它关闭了哦 好 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讲 像这样 钱贵的这个大伙 就是伟合格嘛 对不对 所以不定期的检查很重要 不能够等到事情发生 再来突起检查 同时 你的不定期检查 请你们千万不要视线通报业者 这样子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落实到 安全机场的功能 市长你听到了吗 听到 好 另外我再来讲 其实这次悲剧也是一直讲的 建晚处跟消防局很像联系 就是有疏忽嘛 因为为了避免工程影响 原来的消防安全 其实施工时 厂商是必须向消防局 主动的提出 一个消防防护计划 那可是这次 林森前会 他跟建晚处提出 这个变更使用执照的时候 就没有跟消防局主动提出 对不对 好 所以你们没有办会安全把关嘛 所以未来市政府 一定要要求业者 在室内装修的时候 要主动提交所谓的 事务中的消防防护计划 一定要 这个消防局 合准通过 建法处材 能够发病 跟使用执照嘛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要落实 不要只说不做 不要 要通知检查 先通知人家 那就失去意义了 最后我要跟你请教 刚你讲的 你有一个所谓的 专案关怀小组 进行医护啦 心灵啦 生活啦 上障上的一个补助 那他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 怎么样跟业者申请理赔嘛 对不对 好 你们说 你们会组成律师小组 所有的费用 你们都负担 刚刚大家都讲了 都怀疑你跟练懂的一个交情 所以我剩下几分钟 就是要提醒你 请你坚持到底 为了市民的权益 保障 坚持到底 不受任何影响 好不好 你好 好 请 好 我们请接王炳生议员 市长 局长 在4月26号凌生 钱贵大我之后 我们4月27开始针对所有封闭性的娱乐场所 电影院KTV这样去检查 所以从4月28 29到4月30清查完 总共68家嘛 对不对 结果还是有17家不合格 我想问一下 这17家可能之前也有安全检查 我要局长再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 为什么我们后面在检查 项目明明就都一样 那为什么会去检查出17家的不合格 原因是什么 抱怨 这个发生重大公安事件 在中央有法令规定 是要对劣势行业加强查查 那我们就查查以后 发现就是用消防法 还要改善行政 局长 消防法没有办法令他停业嘛 对 这个是结论 所以用加行政法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检查的什么项目 是特别增加出来检查 所以才会有17家不合格吗 因为我们当时是调 那为什么之前查不出来 现在查得出来 原因是什么 局长 我觉得现在整个台北市民要知道的是 原因是什么 我相信绝对不是人员的问题 这个制度是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部分 我有跟小宝你讨论过 他们以前的就叫做 如果不合格 他们只能限改 所以他不能记录一个叫不合格 叫做限改 限改完了之后 他只能写合格 所以你会看到以前都叫合格 其实有很多都是限改完的合格 那这一次我们是会发生公安事件 我们是一次只要你不合格 我就列为你是停业 不是长 这个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市民的疑问 限期改善了之后 他还是合格啊 是 我们之后再去检查他怎么又变不合格了 原因是什么 限改之后 这次只要检查到 比如说你消防 排烟闸门故障 我就把你停业 市长 我不跟你限改 这次没有给限改的原因 我现在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我很理性的在讨论一件事情 检查了不合格 限期他改善也合格 可是我们现在 因为发生了重大公安事件 去检查了 还是有17家不合格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整个专案报告 是看到说 我们有检查不够周详 业者有要负责的东西 但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市民有很多这种疑问 真正的理由是因为 用的法令不一样 以前用消防法就是 我做到你不及格 他可以改善后 所以我们用了什么法 以前是用消防法 这次是用行政执行法 那是最终手段可以立即热令停业 但是我们在检查的项目 以及过程 其实检查的项目 是不是因为前面也有议员 讲到是不是人力的问题 其实检查的项目 不是吗 我怎么私底下 跟消防局了解的时候 消防局 大家们都觉得自己的人力不够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有这么多专责的人力 去做消防安检 所以到了现场 可能当然业务量很多 这一次是因为发生事故 所以我们调了比较多的人力 去检查没有错 然后这一次只要有不合格 我们就请他限改 我们不是限改 我们先停业再限改 以前是只能限改 我不能住去他不合格 对 你们还是听不懂我意思 限改在之前 他们也改善合格了 对不对 没有不合格了 可是我们再去检查 还是有不合格 可是他会故障 他有的东西会故障 有的灯会不亮 但是用法令是不同 市长 我时间有限 其实我本来是下午第一组警政卫生 我本来要在那个时候 才能有时间好好讨论 可是因为你在 你的一句话影响所有的人 就像你自己说的 这SOP是不是制度的问题 这不是因为检查人员的问题 他今天临时被抽到了 今天大家在这边抽到了 好我赶快跑去 我检查只可能给我40分钟的时间 那到底是我们制度上的设计有问题 还是说真的是人力上的状况 这个都要彻底去检查市长 要归零去想 不是只有法令的问题 人力项目 这都要去处理 好不好 好 因为这个专案报告是到12点半 我来询问一下 那个在场的议员 有没有要进入第二轮 有要进入第二轮 请举手一下好不好 两位 好两位 那那我们就按照顺序 那就四分钟 一位议员四分钟 那我们就请签到的顺序 阮昭雄议员 好谢谢主席 这个目前来看 制度的改善就是亡羊补牢了 但是亡羊补牢 我们需要有时未晚 至少我们在17年前看到SARS 我们还有今天的防疫的成功 看到921大地震之后 我们开始有防灾的这个体制出现 我也希望说这个事情 在我们制度的改变上面 可以减少很多的悲削产生 所以我看 未来我们可能要来制定这个火灾预防自治条例 是不是 对 是 我们现在修订那个 台北市的火灾自治条例 好 我看今天的这个咨询非常有意义 因为很多议员提出的这个意见都非常的具体 好 我这边也提供一些东西给大家做参考 我也希望能够来采纳了 一个 刚才特别提到的消防安全设备图所审查 未来应该要针对这部分 在施工之前的审查过程里面 它变成必要条件 你没有通过来不能来时间 是 这应该做得到 这个来做 第二个 我刚才问的时候 问说我们在联合机查里面 有没有一个现场的指挥官 当时你们回答我是说没有 是真的没有吗 市长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他是跨局处联合机查 另外如果今天 尽管处也去 消防局也去 那他听谁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印象当中 过去以来 如果有比较重大的联合机查 或是特殊个案的时候 专案的时候 至少要复秘秘租长 或者是副市长带队还对啊 像是以前还有市长带队 古级的抽查 那联合是由消防局跟建管处 轮流代班 对 我的意思讲说 未来这个府籍的抽查 应该要更积极 那府籍的抽查 通常到谁来当指挥官 现在我们是科长以上的代班 那 包括议员 现在的府籍副查 是由蔡参市当指挥官 他都有做相关的复查 但是刚刚讲 联合机查是由消防局跟建管处轮流 好 那你刚才说谁 谁当指挥官 蔡茂略蔡参市 他是带府籍副查的部分 那我觉得市长成绩不够 我不是说 我们接下来会修订成消防局长 或副市长一起当指挥官 对 我觉得这样子 才能够让整个指挥系统能够顺畅 我跟他讲官大学问大 你不是我局处 我管得动你吗 市长现场第一次就是这样 我们要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 好不好 这个来做 另外我刚才特别具体的建议 在这个条例里面 你也要设一个 这个吹哨者的条例在里面 因为另一部管理他们最清楚 那我们没有办法24小时定在那 那我们要要求 这个业者能够自律 有时候真的是圆木求鱼 为什么 我们有时候不是防君子 我们要防小人 所以这制度里面要非常的确实 能够纳入这样一个观点 能够让很多的事情 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业者更自觉 不是他心存矫健 他就可以逃掉了 另外针对防火管理人 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制度 中央中央的法规 但是我具体的建议 未来我们应该比照目前的一般的防灾事 要训练更多的企业防灾事 那企业组知道说 我的企业规模到哪里之后 我的店长副店长以上的层级 一定要受过防灾的相关训练 这样才能够跟 他们要经过训练合格的证书 那我觉得透过制度性的训练更重要 你那个是道德性的 或者说啊我久久 我消防局帮你办个课程 不是这样而已 应该纳入这个防灾事的规范里面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另外最后一点 有关于消防设备 现在有提到未来要云端化 对不对 对 就他关掉以后 你会知道你把我拐掉 我们分我们这个119情分中心 就大队的119情分中心就知道 他就派人去 啊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即刻可以上路耶 对 市长 好那个苗博雅议员 谢谢主席 这一轮我请市长 然后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法务局长跟正锋处长 也先请上台 各位好 今天你会发现说 我的态度非常的严肃 因为 其实我昨天晚上 快要10点的时候 收到今天的书面报告 我立刻从第一个字 研读到最后一个字 全部拜读完毕 当时我心里有想要玩呢 因为呢 这份调查报告 其实根本就没有进入状况 今天早上看了市长的简报 我心里这种没有进入状况的感觉 更是深刻 所以 昨天一直到现在 我为此 甚至连入税都很困难 因为我在想说 到底我们怎么要跟市民交代 这件事情 市长 其实你今天报告的内容 还有你刚才 答询的内容 还有很多都是被误导的 我善意的相信你是被误导 因为你讲出来的内容 是不正确的 首先第一个 刚才前面有议员 已经问了说指挥官是谁的问题 其实你台北市政府本来就定有一个 公共安全联合联合基查小组的作业规范SOP 这个规定市场你知道吗 那个规范我不知道 你规范不知道 我跟你报告好不好 里面第二点就写了轮值指挥官 就是消防局跟都发局副局长轮流担任 轮值指挥官已经写在你的SOP写得非常清楚 接下来市长我再跟你报告 检查的项目就在这份SOP的第四页 消防安全检查里面清楚的列了 消防法第六条所规范的消防安全设备检查 要做 还有消防法第十三条的防火管理 也是你联合基查的必做项目 这个你SOP里面都已经写了 那你今天在本会答询的时候 还多次的跟议员讲说 这个只是抽查 项目没有规定 其实我想这件事情你被误导了 因为你SOP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 里面甚至还规范了一个相关的表格 这个表格上面有的东西 没有一项是跟你写说可略过的 每一项都是要检查的 所以什么叫做没有规定 只有抽查 这个是写得很清楚的 结果市长你不知情 接下来第二个 刚才在第一轮答询的时候 跟你讲说3月30号跟4月22号 那道木门一直没有打开 这个资讯连我都知道 但是市长你查了一个礼拜 你不知道 这个资讯是黄富在记者会 已经公开讲过的事情 我想那记者会甚至你也在场 但是你还是不知道 身为一个市政府的大家长 已经出了六死八十九伤的这样子严重案件 你要进入状况啊 你今天抓了两个药方啊 一个要修法 第二个要医化 其实这两个药方都不是问题解决的关键 今天的问题不是无法可用 其实有法可用的 如果法愿意修了 法的更重更严固然是更好 可是就算法没有修 你也有法可以执法 只是呢 今天在执法的层面上 因为文书作业的关系 所以有非常多的疏漏 甚至是说 避检项目还变成抽查 所以你的医化没有对症下药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 国赔市政府 有没有可能有国赔的责任 有没有可能 議員目前现在责任归属还在调查 对好 你讲的很对 所以我要提醒你喔 市政府 帮被害者请律师 分寸要拿捏好 因为国赔责任尚不能完全排除 之前市政府帮被害者请律师 这件事 会有律师伦理 以及利益冲突的问题 你们要自己想清楚怎么解决 第二个 第二个 政风处要做调查 对不对 请问政风处调查的范围 包不包括政治责任 我们是针对行政责任的调查 没错 你讲的非常对 政风处不负责调查政治责任 但是在本案里面 有没有任何一个政务官要负政治责任 现在市政府不能够再把这个问题说 交给政风处调查 因为政风处不调查这个 政治责任的问题 市长跟你所有的首长 这个是你们自己要解决的 好 最后一位那个张茂南议员 市长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么刚刚一位 议会议我们许多同学都在提 有人提到国赔 有人提到业者应该赔 你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用你的观点 你认为应该如何去散后 好 那我们现在第一个 就医疗 社会关怀 这个我们会处理 那剩下来就是 法律的问题 那我们还是有律师团 你知道 我们还是会第一次 把5月8号先把家属都找来 先宣布一次 先说明一次 那再来我们就会跟个别的 5月8号 因为刚刚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第二轮再来请教你一个问题 5月8号 4月26号到5月8号是几天 有的东西是要及时以 要显露出他的诚意 那我请教你 到目前为止 钱贵有没有表示说 他对罹难者 对受害者 有表现出什么样的诚意 有的话你要讲有 没有的话你要讲没有 才能够让社会大众 对你跟链台生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做一个公私分明 是不是 好跟人意做报告 你有要求他怎么样子 26号发生事情 27号我们就跟保险公司谈 28号就成立关怀小组 29号就请业者来做行政调查 那这段期间我们都了解到 业者也很积极的在进行 而且我们在行政调查要求他 每周都必须把他跟 这些伤亡者的接触 跟他们的相关的问题 都要回报给我们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结论呢 就讲了这么多 结论呢结论在哪里 让大家知道说 目前这个事情已经进行这么久了 到底有什么结论呢 你跟我讲呢 跟你说报告 我们必须在5月8号 因为这段期间 你要知道就是说 包括这个伤亡者 他们其实都在处理一些 伤亡的事情 一直讲起来 真的是有的时候 我告诉你真的讲起来 有的时候实在是不够积极的 真的是不够积极 5月8号 这个叫同理性跟情何以堪 5月8号 会跟他们做通论的说明 我要跟你说 十几天后 我们还在处理研究 因为我们现在要求 钱贵提出一个信托专户 先拨一笔钱进来 专款专用 如果他不提出来的话 我们就会提出假扣押 就是要打破砂钩 问到底先拨多少钱 你施政我 多少钱 他要自己先提 我们也要跟家属 知道家属需要多少钱 我们才能提 所以可能我们要先开家属说明会 难道市政府都没有一个客观 议员我要说多少才是合理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说 要家属说 不是我们说 我是在问你啊 我怎么知道多少才合理 我们要跟家属 开完说明会才能提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采取更积极 我请教市长 我们会跟家属 开完说明会 有家属来 请教市长嘛 今天是市长的专案包括 请教市长 那个实务上 其实还有很多家属还在住院 甚至还在家户病房 所以通常就过去 我们也没有说 在家户病房的时候 开始在谈赔赏的问题 不是嘛 我就说刚刚副市长讲 要一笔钱 那我们一笔多少 我们也可以说 你应该先提拨多少 让大家看得见你的诚意嘛 让大家看得见你的 你的关心的态度嘛 是不是 我们跟业者讲 今天要把这个有关开户 信托账户这件事情 在今天下班前要回复给我们 都已经给他讲得很明确了 讲得很清楚 他们愿意配合吗 如果不配合的话 我们就进行假扣押 如果不配合的话 就进行假扣押 是的 就到今天的什么时候为止 今天下班前 今天下班前 我想事情发生了 总是要把散落在 把伤害降到最低 把伤害降到最低 那我们也不能说啊 让他们自己去 所谓的两招自己去谈 自己去谈 好 市长副市长各位首长 大家辛苦了 散会